昨天深夜才抵达集训基地的朱婷 上午10点多就出现在了训练场 见到恩氏郎平上来就是一个大大的音爆 两日已经七个多月没见了 毕竟是刚刚回来 朱婷并没有参加今天的训练 她与领队赖亚文一边观看女排训练一边交流 队长回归 中国女排也在第一时间拍摄了最新一期的全家福 朱婷坐在正中间 也就是当下最流行的说法C位 核心对备一目了然 郎平站在朱婷的身后 中国女排的两大核心气场十足地回来了 我好像没有说干国家队联系干了俩周期的 全是一个周期 就是四年完就完 本来也想是四年结束就结束了 第二个周期我觉得 自己身体力行的基础上 能够继续地推动这支球队 向最好的水平发展 其实很熟悉 刚才给教主人在说 欢迎你回来 我说我也很想回来 因为每年经兵都要在这边 然后封闭集团之类的 我觉得莫怕更大这么长时间了 我觉得也挺有感情的 拍照也完成了 训练也结束了 朱婷终于有时间跟队友们唠唠家长 袁欣月跑过来打招呼 朱婷一把就和他老在一起 下周二 2018世界女子排球联赛 北轮战的比赛就将打响 刚刚归队的朱婷 目前还不清楚 是否会参加这一战的比赛 反正不管上不上场 朱婷心里都记挂着自己的球队 2018年世界女子排球联赛 北轮战的比赛 将于5月15号到17号 在北轮体议中心举行 中国女排将先后迎战 东米尼加 比利时和韩国队 比赛时间是每天晚上7点半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